喂喂喂,王的女人,谁敢动 作者,拈花惹笑,拨奖,一刀苏苏,一种侃侃,后期,千雪,独家出品哦 第154集 有猛兽 凤九儿心头一震,立即加快步伐 可没想到,身后那只猛兽的速度,竟然比他想象的还要快 这还不止,更可怕的是,前头竟然,也忽然窜出来一只 两头野兽,浑身雪白通透 看样子,其实已经潜伏在这里,有一些时间了 可凤九儿刚才,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到 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肤色和白雪太相近 浮在风雪中,只要不动,一般人根本就看不出来 早,在风雪之中,这样的猛兽简直就是噩梦 要摆脱他们,谈何容易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雪莲兽 这样的野兽,凤九儿从来没有见过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本领 但光看他们的雪亮的毛发和锋利的爪子 就知道,力量绝对不弱 当然,就是那庞大的体型,也让人畏惧不已 可他现在,不能表现出害怕 野兽大都一样 你强悍,他对你也有几分畏惧 说不定,就不敢上前来挑衅 但你要是表现出害怕的模样 让他们知道,你若想 他们就无所畏惧了 到时候一起扑上来 生还的可能性还真是不大 没想到,自己真的碰到了雪莲兽 运气简直是差到老家了 九儿的手不动声息地往腰间包包摸去 很快,五指间已经加上了好几根银针 他改了路线,依旧是往那条分界线走去 但脚步很慢,只是慢慢地挪动 一步一步前行 雪莲兽没有任何动静 似乎也在衡量眼前的人到底好不好吃 或者容不容易吃掉 他们只是看着凤九儿的身躯 他走,距离稍微拉开一点之后 他们也开始动了 跟在他的身后 一小步一小步跟上来 但就是没有特别大的动静 只是跟着 凤九儿身上冷嗖嗖的 不是因为风雪的冰冷 而是自己浑身发寒 他们的爪子实在是太锋利 他们的体型也实在是太庞大 几乎有他那么高 更别说那个头 凤九儿其实是真的很害怕 只是现在害怕也没用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分界线那边走去 只要到了那边 没什么风雪了 也许凭着自己的轻功 还有机会摆脱他们 在这里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空气这么稀薄 呼吸这么困难 能走快一点已经很不错了 可是 要比土生土长的野兽走得快 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妈妈咪啊 老天保佑 别让他们冲动起来 一定要安全过去 啪的一声 不知道什么东西 被自己踩在了脚下 凤九儿眉目一睁 心头的恐惧还没有过去 身边不远处那两头野兽 就像是被这生意 唤醒了攻击性能一般 嗷的两声之后 立即一跃而起 向他扑了过去 莫白告辞之后 战青城招来霍言 今日是什么训练内容 霍言没想到 九王爷将自己招来 竟然只是为了问这些问题 还以为是有什么重要的任务 一时半会儿 竟有点反应不过来 玉京风脸色一沉 立即加重语气道 王爷在问你话呢 霍言一愣 慌忙回神 赶紧攻身行礼道 哦 回王爷 今日龙四军和晋四军 学生们 展开格斗训练 战青城没说话 玉京风当然是了解自己主子的 立即问道 球儿小姐 今日谁格斗啊 原来 是要问凤九儿的事情 霍言顿时就明白了 但心情 却更加复杂 中午才看着凤九儿和木木 关系那么好 举止那么亲密 可现在 九王爷又似乎对凤九儿 特别在意 霍言只觉得 很多事情 自己还不如不知道的好 因为知道 心理承受能力 将要不断被提高 否则 扛不住啊 回王爷 凤九儿 对战的人数不少 前面对战近十人 全部都获胜了 他的内功与身手 最近似是提升了不少 进步神速啊 输给谁了 战青城 没心倾促 前面对战全胜 那就是说 还有后面 玉京风忽然想起什么 立即小声道 呃 王爷 据属下所知 七公主便是 禁私军队伍里的 霍言也立即喊手道 是 七公主练的是硬开功夫 她的身手 呃 确实要比凤九儿好一些 怕是要好不少吧 战青城放下杯子 唇角竟然染开 一点点愉悦的气息 这点愉悦的气息 让霍言看着浑身一阵颤抖 王爷这是 这是在笑 老天 她在帝国学院这么多年 当上龙武军的校尉 也有一些年月了 可确实第一次看到九王爷笑 相比之下 玉京风最近是看到了好几回了 所以没那么觉得惊讶 只要是和九儿小姐有关的事情 轻易能让王爷笑 战青城没理会旁人 忽然站了起来 要出门意思 玉京风立即跟在他的身后 霍言也不敢怠慢 赶紧跟在他们身后 见战青城离开延武大楼之后 大有一副 要前往学子们房舍院落的意思 霍言立即上前道 王爷 凤九儿今日出门了 出门 战青城脚步一收 回头看着她 去哪儿了 这个属下不知道 只是凑小看到出门记录里 有凤九儿的名字 玉京风立即到 九儿小姐离开皇城这么久 回来之后 有没有回过凤家 也许是回凤家了也说不定了 霍言也道 也许是去找今天晚上的食材了 见王爷盯着自己 霍言只觉得被他看着 总是轻易会冒出一身冷汗 他赶紧解释 我们龙四军赢了晋四军 晋四军的学子 打算晚上请龙四军的学子们 饱餐一顿 凤九儿提出比比丘 既然是他的主意 也确实有可能是出门 找食材去了 湛青城并没有说什么 忽然院外撞入几道身影 正在急步往这边而来 玉京风一看到来人 顿时却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怎么能到处都遇到这个女人 不 这看着不像是偶遇 分明就是刻意前来找九王爷的 真是阴魂不散 湛青城只是看了眼 便没有放在眼里 倒是来人 快步走到她的跟前 眼底闪烁着几分蜥蜴的光芒 阿九 你让启文帝废后 你真的希望本宫和他离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